用一柄小刀划开男人的额头 然后拿过剪刀 小心翼翼地剪下那一块表皮 而不能造成破损 做完这些女人长呼了一口气 紧接着她用朱砂 对照着观像书 在男人额头上点下了三颗痣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等到点完痣 女人用粉末遮住做淡化处理 最后用鱼钩把原先那块表皮缝回去 迷魂散的药效快要过去 女人动作迅速却又显得有些紧张 因为躺着的这个男人 是当今的王爷 若此事暴露 那他们都得诸九族 等女人缝好最后一阵 衣住香烧完王爷也睁开了眼睛 他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而这些医生也由此全身而退 之所以要冒险在王爷额头上点滞 是因为观像师金乃静要让如今 年幼的皇帝相信王爷即将谋反 他是全朝鲜最厉害的观像师 但一直到最近才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朝鲜初期时代 金乃静带着自己儿子和小舅子 住在深山里生活 这天一个老者协议女人前来 说他们做绸缎生意 是否能发大财 金乃静瞧了一眼就笑了说他们撒谎 老者的眉毛黑眼睛又小又圆 显示他对买卖没什么兴趣 更适合做内观或者管家 这个女人面色红润唇色偏红 对买卖倒是很感兴趣 也有手段 但绝不是做绸缎的命 有点无视的感觉 这下女人笑了 她其实是汉阳最大妓院的老板娘 从小到大她吃了不少苦 有点察言观色的本事 接管妓院后就一直帮人看笑 此番前来也是为了请金乃静出山 这番话戳中了金乃静的内心 若不是祖上战错队被打为乱贼 如今的她也不会如此窝囊 多年前金乃静也曾想要一聊百聊 是五岁的儿子哭声惊醒她 那时候的儿子骨瘦如柴 因为没吃好还落下了缺腿的毛病 金乃静和小舅子商量 去汉阳给别人看向重振家族 他们准备动身的那一日 儿子也离开了家 她一直想读书考取功名 三人就此别过 金乃静和小舅子进到汉阳城里 他们无处可去 只能找上妓院老板娘 老板娘盛情款待他们 不仅准备了一大桌的好菜 还叫来了一大群姑娘 金乃静和小舅子九楚深山 没见过这场面 很快就晕晕乎乎的了 等到第二天他们醒来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张卖身器 金乃静需要连续两年 不停地给人看向 至于小舅子更惨迈的是苦力 看着面前一望无际的长队 金乃静长叹了一口气 深觉这样不行 还是得去接触大人物 正好思县府的掌令大人来到妓院 想请老板娘去看向盘案 老板娘不想躺入这趟浑水里 金乃静就跳出来毛遂自荐 说她和老板娘是合作人 可以跑一趟 她没有想到 这一趟将会改变她的人生 城里出了一桩命案 关牙抓捕了三个男人 说犯人一定在其中 可观相识看来看去 觉得这三个人都不舍 提出要看受害人 受害人眉间宽耳后的头骨高 按理来说 无灾无浪是个长寿的命 现在却遭受如此下场 观相识又去看 受害人的丈夫直一眼 原来这对夫妻的八字不合 识又和鸡之相 本不该结合却结合在一起 这几年过得十分煎熬 男人听完后站都站不住 被观牙压了下去 一个人的面相再好 也会根据身边人的面相 而改变命运 而观相识金乃静学观相 就是想知道 为何自己命运如此坎坷 这次断案给他带来了名声 但也带来了杀身之祸 夜晚一群黑衣人挟持了金乃静两人 把他们带到树林里要杀人灭口 为首的人用剑挑开金乃静的麻袋 金乃静拼命挣扎 却仍旧没逃过 被黑衣人扔下了水井 幸好另一伙人一直跟着他们 将金乃静两人救了出来 金乃静苏醒后才知道 他抓的犯人是守阳大军的人 所以守阳大军派人来杀他灭口 而救了他的人 则是守阳大军的对头 左向金宗瑞 初见到金宗瑞 金乃静就深觉坊间传闻不假 胆时自我原理原则在他脸上显现 他就像一头老虎勇猛所向披露 金宗瑞看重金乃静 让他帮助私县府录用人才 从此金乃静就在私县府里转悠 看这些新晋学子哪一些可以录用或重用 偶尔有一次 金乃静看见一个被人说老实的人 说他长得有腐败味 关牙立刻派人去查 真从这人家里查出了一堆的贿赌 金乃静名声大噪 无数人拎着好东西排队求他看下 就连王也听说了他 把他照进攻 金乃静进攻后跪在地上不敢抬头 不敢看王一眼 奇怪的是王把他照进攻 却什么也不说而是骂了他一顿 然后就让他走了 深夜金乃静辗转反侧都想不通 不明白王这是何意 这时屋外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有人连夜来找金乃静 小舅子不肯让他们明日再来 金乃静瞧见最后那一个人的面庞 瞬间吓得花容失色 跌跌撞撞地冲出来跪下喊殿下 小舅子还有点猛 王深夜造访 是为了一件连史官都不能知道的事情 他病入高荒来日不多 但他知道当今朝鲜有几个寄予王位的人 他希望金乃静能用相数 把这些人都找出来 这样他就能提前做好准备 为自己儿子日后铺路 金乃静答应了化作一个内官 借口替王送话一一观察那些人 第一个是领意正皇府人大人 这是个典型的士大夫 容易满足现实而且还有几分懒惰 第二个是安平大君 虽出生在王室 但他感情细腻不敢杀生 像是一个拥有卓越审美学的闲散王爷 第三个申疏周大人是一个灵敏之人 比起前面两人更容易坐上大观 只是比起权力他更爱美色 也没有什么威胁 最后一个是王最担心的守阳大君 王说他是最有野心的那个 可金乃静看到本人便愣住了 还不确定地问旁人其身份 因为这人眯着眼睛一脸猥琐笑 时不时还会抽一下鼻子 金乃静都看笑了 他回去后禀告王 守阳大君绝对不是篡夺王位的人物 让王放心 王站起来眺望 死亡是天意 他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儿子 金乃静在处理王王的事情后 又回到了司宪府关下 这一次他居然看到了自己的儿子郑恒 郑恒在离开家后改名唤醒 准备科举并一次考上 看着郑恒金乃静又骄傲又担忧 但既然他考上了就好好干啊 几日后王驾崩了 他给金乃静留下一封秘书 王知道金乃静也有儿子 能体会到自己对世子的全权爱护 所以王拜托金乃静 让他和左相金宗瑞好好扶持世子 看完信件后 金乃静坚定了自己忠于王室的心 金宗瑞知道了这些事后 说金乃静对其他人都看得很准 唯有对守阳大军看错了 金乃静很迷惑金宗瑞就带他亲自去看 王的葬礼上 男人带着一小只队伍踏上台阶 他的脸上有几道疤痕 眼神桀骜不逊 他一出现在门口猎狗就开始破费 而金乃静呆住了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守阳大军 一头随时能咬住敌人最薄弱要害之咽喉 丝毫都不会松口的豺狼 一个真正的反贼之相 原来守阳大军早就意识到金乃静的威胁 当初金乃静送话他并未现身 等到王的葬礼结束 守阳大军就派人绑架了金乃静 要他为自己做事 反过来说金宗瑞具有反贼之相 若他能倒戈那他之后能享尽荣华富贵 小舅子听说金乃静的遭遇后 开始摇摆不定 他说守阳大军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跟着他说不定不错 金乃静仍闭口不言 守阳大军的形势愈发猖狂 甚至穿上龙袍召集天下官相师 问他们自己有没有为王之相 官相师迫于他的淫威都纷纷说有 当守阳大军问金乃静时 金乃静一声不吭不愿昧着良心说话 守阳大军的荒唐是不仅这些 深夜金宗瑞走出家门时发现 一只大虎悬挂在他门前 金宗瑞和金乃静把这些上报给世子 世子却总是犹豫不决 毕竟守阳大军是他的亲叔叔 在这一晚他对守阳大军开启了试探 王跟自己叔叔下棋 叔叔借口说自己要去上厕所 却是去拿了一根带毒的银针 再回来使他捏手捏脚 缓缓靠近年轻的王 那银针离王的驳梗越来越近 王却毫无知觉突然 守阳大军迅速收手 那根银针也掉落在了地上 待到他坐下王垂帘问道 他是否有造反之心 守阳大军一边说着荒唐 一边向王身后看去 那里他的心腹正上前来 准备捡起那根银针卷土从来 幸好侍卫刚好路过阻止了一场悲剧 尽管守阳大军说不会造反 但王还是存了猜忌之心 去了藏书阁里翻看香书 金乃静知道后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彼时守阳大军在外有药物 正水土不服着王派的御医给他看病 金乃静便联系了妓院的老板娘 一行人伴坐御医潜入了守阳大军府邸 老板娘把守阳大军彻底迷晕 用小刀划开他的额头 撕开的表皮先用剪刀剪下来 他对着香书在守阳大军额头上点了三颗痣 然后用粉末遮住做淡化处理 最后用鱼钩把刚刚的表皮缝上 要做到一点痕迹都没有 守阳大军悠悠醒来 因为睡得朦胧他也没认出这群鱼医 事情就这样成了 当他办完事情回到王宫复免 在阳光的照射下 王看见了他额头上的三颗痣不由的大金 同时他也得知 自己身边的人都被守阳大军替换掉了 于是决心要把守阳大军流放 金宗睿等人聚在一起制定了周密计划 要让守阳大军永不回来 王靖剑说金宗睿的某项用人方法不太合适 王思索后便撤销了金宗睿的这个方法 几天后 镇衡便被人刺杀双眼失明 小舅子跌跌撞撞地赶过来 听闻旁人说是金宗睿怀恨在心下的手 镇衡这一受伤 他的孙子便顶替了职位 小舅子听得心惊胆战彻底倒向守阳大军 鄙视金乃静正在山上采药 为了金乃静父子和自己的安全 小舅子找到守阳大军 把金宗睿和金乃静的计划合盘拖出 天真的小舅子并不知道 派去刺杀震衡的其实是守阳大军 当金乃静回到家得知一切 无力指责小舅子只能一路狂奔 只可惜还是来晚一步 眼睁睁地看着金宗睿死去 他也被守阳大军的心腹关押起来 此时此刻守阳大军不再隐瞒反心 带着人一步一步跨入皇宫 年轻的王看着自己舒服 一句话都说不出 他让大臣们战队院跟随他的战役边 不赞同他的战役边 震衡默默地走向了不赞同他的队伍 就算不能再围观 他也紧急着父亲的教诲 守阳大军下令斩杀这些反抗的人 一时间王宫里血流成河 等到金乃靖被放出来时 这天早就变了 他看到镇衡在即将被处决的队伍 不管不顾的就冲过去 祈求守阳大军放过镇衡 守阳大军笑 问他愿不愿意用自己眼珠画儿子 从此不再观想 金乃靖忙不迭地点头 尽管害怕得不行 却依旧倔强地抬着头 守阳大军瞧着使了个眼色 最后金乃靖只被割下一缕头发 守阳大军让他再给自己看一次想 金乃靖犹豫一瞬说 守阳大军文言心情大好 可还没等他走出两步他又回头 说自己明明已经成王 怎么金乃靖还讲是将成王之相 这是欺骗 但他还是要付金乃靖赏钱 一根剑射出正正好射在了镇衡心上 看着这一幕金乃靖惊呆了 抱着儿子嚎啕大哭 小舅子冲出人群要和守阳大军拼命 却被侍卫们拦下 守阳大军大笑着掉头离开 后来金乃靖带着小舅子重归深山 他这一生看透了人心 以为能够掌控未来 殊不知在历史大潮面前 自己也不过是一朵举足轻重的小浪花 不管世人愿不愿意 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总逃不过 这便是命运